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阿根廷裁5萬公務員 再砍7萬 米萊 公共工程是盜竊主要來源 TikTok在美前途未捕之際 聯邦貿易委員會考慮起訴 普京遭新打擊 中國阿聯酋 土耳其縮限金融付款 阿波羅網報導 庫克或與習共進晚餐特權 高層論壇開幕 他喊出習最愛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美國時間3月27號 星期三 請訂閱我們的主頻道和副頻道 這樣就不會錯過節目更新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阿根廷裁5萬公務員 再砍7萬 米萊 公共工程是盜竊主要來源 根據財聯社27號報導 阿根廷政府解雇了5萬名公職人員 並計畫再解聘7萬人 有阿根廷川普之稱的阿根廷總統米萊 在布宜諾斯愛麗斯的 IEFA-LATAM論壇上表示 自他去年12月上任以來 政府已經解雇了5萬人 並計畫再解雇7萬人 米萊認為公共工程是盜竊的主要來源 我想所有好人都應該反對這種盜竊 米萊說 我們解雇5萬名公職人員 並且我們將繼續終止合約 他也計畫終止另外7萬個合約工 此外 米萊表示 貨幣貶值的想法是荒謬的 並稱價格在3月下半月有所放還 TikTok在美前途未捕之際 聯邦貿易委員會考慮起訴 路透社26日報導 知情人士指出 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可能在未來幾週內 就中國擁有的TikTok涉嫌存在隱私和數據安全問題提起訴訟或達成和解 美國政治新聞網站政治星期二報導了聯邦貿易委員會可能採取的行動 政治網站援引消息人士的話說 究竟是起訴TikTok還是與其達成和解? 兩個聯邦機構間還在討論 聯邦貿易委員會可以與司法部合作提起訴訟 或與該公司達成和解 但和解協議尚未達成 知情人士稱 目前聯邦貿易委員會尚未對是否起訴做出最終決定 也還不清楚對TikTok採取的任何行動是否同樣瞄準其中國母公司字節跳動 這項調查獨立於美國國會持續關注的問題 即對TikTok1.7億美國用戶數據可能被中共國政府不當獲取的擔憂 TikTok否認指控並表示它有健全的數據安全規定 法案目前在參議院陷入僵局 拜登政府官員表示 白宮正在向國會提供一些技術支持和幫助 並希望看到參議院迅速採取行動 美國總統喬拜登說 如果國會兩院通過這項措施 他會將其簽署懲罰 普京遭新打擊 中國阿聯酋 土耳其縮限金融付款 據路透社27日獨家報導 中國阿聯酋 土耳其加強銀行審查 俄羅斯將難以收取石油付款 報導 隱居八位知情人士匿名透露 付款延遲減少了克里姆林宮的收入 並使能源收入變得不穩定 從而使華盛頓能夠實現其美國加強版制裁政策 與制裁目標 即擾亂流向克里姆林宮的資金 以懲罰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戰爭 但同時又不中斷全球能源流動 據這八位銀行和貿易消息人士稱 中國 阿聯酋和土耳其的幾家銀行 最近幾週提高了制裁合規要求 導致向莫斯科的匯款延遲甚至被拒絕 各銀行對美國的二級制裁持謹慎態度 開始要求他們的客戶提供熟面保證 保證美國SDN名單中的個人或實體不參與交易 或成為付款受益人 其中兩位消息人士稱 在阿聯酋第一阿布扎比銀行和迪拜伊斯蘭銀行 已暫停了與俄羅斯商品交易相關的多個賬戶 另四位消息人士稱 阿聯酋的馬斯萊克銀行 土耳其的Z-REIT和瓦克夫Bank 以及中國工商銀行和中國銀行仍在處理付款 但需要延時數週或數月的時間才能處理 克里姆林宮發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在被問及有關中國銀行放慢付款的報導時表示 確實存在付款問題 佩斯科夫在美日與記者舉行的電話會議上承認 當然 美國和歐盟對中共國施加的前所未有的壓力仍在繼續 據一位熟悉情況的銀行業消息人士透露 2月底 阿聯酋銀行必須加強支付審查 因為如果他們有代表俄羅斯實體進行到中國的交易 他們就會被要求向美國代理銀行和美國財政部提供數據 庫克或與習共進晚餐特權 高層論壇開幕 他喊出習最愛 阿波羅網記者唐寧報導 中國發展高層論壇開幕 蘋果CEO庫克在會前受訪時終於喊出了一句讓中共和中國人很愛聽的話 我愛中國 也愛中國人 接著又在會中說 蘋果公司正持續加大在中國研發方面的投資 Applevision Pro將於年內在中國市場上市 美國評論員蔡慎坤點評說 在美國不斷加大打壓中國 一些美企被迫與中國脫鉤之際 庫克頂著壓力 喊出 我愛中國 我愛中國人 這是一種最廉價的營銷手段 也說明蘋果離不開中國 作為獎賞 庫克又一次獲得近距離與習近平共進晚餐的特權 實際上 不少跨國企業都是專制極權的幫兇 而且非常癡迷於專制極權 往往只需要收買極少數權貴 就可以利用低成本 低人權優勢獲得巨大利益 中國龐大的市場加上專制極權的政治制度 過去幾十年讓不少跨國企業賺得盆滿波滿 皆大歡喜 從而又影響西方對華政策 目前中國跟西方關係緊繃 搞定跨國企業大佬是中共統戰和滲透的殺手鐧 西方政客面對商界大佬的遊說也只能選擇綏靖立場 不敢採取強硬的對外政策 庫克的言論在X平臺引發熱議 岩宅樹表示 甚至可以說有些跨國企業有著強烈主觀願望鞏固專制制度 以為可以讓自己更輕易收割當地韭菜 歷令致婚 不知該制度也可以輕易地反噬他們自己 藉助專制體制賺取黑錢 年高諾諾君表示 去年庫克去面勝的時候說蘋果與中國是生命共同體 結果銷量一樣下跌 其實它不舔 果粉也會埋 另一些人對庫克的批評則更加嚴肅 前紐約人權觀察中國部主任索菲.理查德森問道 吉姆.庫克 那些你的中國政府主辦者犯下的充滿朝氣和有活力的反人類罪行怎麼說? 對於中國政府和庫克這次相互展現出的友好態度 康奈爾大學工業和勞工關係學院教授伊萊.弗里德曼認為 中國公司擠壓中國的工人的同時 中國從美國公司那邊獲得技術轉讓 這種共識已經無法讓任何人從中受益 他寫道 我保證給蘋果一點甜頭 也無法幫助穩定如今的美中關係 蘋果CEO庫克正在上海訪問之際 3月21日 美國司法部和16個州及地區起訴高科技公司蘋果壟斷智能手機市場 這是拜登政府針對這家iPhone製造商的首次重大反壟斷行動 也有觀察人士認為 庫克的讚美並非真心 近年來 蘋果擴大了在印度的生產規模 去年 印度製造的蘋果手機首次出現在了第一批全球發售的iPhone 15機型當中 您的鼓勵是我們前行的力量 萬分感謝阿波羅網會員的無私贊助和大家的支持 也請您訂閱並打開小鈴鐺 選全部 您的點讚 轉發和留言會增強這個視頻的傳播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